在今天的节目里,你将会见到《但以利书》第二章的《圣经》预言预示了地球上国度的历史兴衰。 你将会明白耶稣和撒旦之间的斗争是如何兴起的。 圣经有没有预言过一个全球性的统一政府?上帝有没有通过梦和人类说话? 就是尼布格尼撒王和《但以利》。 我是海迈欧特曼,我将会通过《揭备圣经》预言来回答这些问题和更多的问题。 请记得订阅和点击通播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的视频。 混乱在全球范围内激增,今天有很多疯狂的枪击事件报道。 政治性的分裂和全球性的流行病在全球肆虐, 我们正走向一个世界的新秩序吗? 接着会发生什么? 欢迎你和国际报道家海米·欧特曼一同来揭示圣经真理, 并从圣经中探明你问题的答案。 在世界国地旅行的时候,他目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和困难, 但从他们之中,他发现了希望的神迹。 欢迎来到《揭备圣经》预言2.0, 这将会表明上帝怎样似给我们指南, 为了要引导我们面对前方的一切。 我们将会一起看看圣经的预言, 是怎样比以往应验得更快, 以及我们可以怎样满怀希望感面对将来。 欢迎来到《揭备圣经》预言, 我是海米·欧特曼。 我是福林世界广播电台的副主任, 而且在我们工作中,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记录神迹, 包括旅行到世界上偏远的地区, 来拍摄耶稣以大能施行拯救的奇妙见证。 比如在北朝鲜非军事区边境那边, 又或者是菲律宾, 和反政府的恐怖组织面对面, 又或者是赞比亚探望监狱里的死囚。 上帝预言说, 他将会在现今做奇妙的大少, 而且他现在正在做。 每一集我期待的, 和你分享我亲自录制的, 令人难以自信的神迹故事, 你绝对不会想错过每一集的。 在接下来的十四集里, 我将会分享来自圣经的信息, 令我觉得很开心很振奋的圣经信息。 这些信息深深地改变了我的生命, 使我从追求世界, 转向追求天国。 上帝给了我分享他话语的目的。 我相信圣经, 因为上帝的预言是真实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次圣经之类的起点。 如果你想到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连结, 然后你的问题, 就会得到来自圣经的答案。 同时, 如果你有代讨的请求的话, 请你点击视频下面的连接, 我们的团队会很乐意为你和你的请求祈祷。 今集, 我们将会从揭秘真理开始, 看看圣经的预言, 是真理还是方言。 揭开圣经预言的关键, 就是让圣经自己的作证。 我们这个报道系列的主题是, 如果合乎圣经的, 我相信。 如果他不合乎圣经的, 我就不相信了。 这一刻, 你或者会想知道, 这次的报道会有什么重要呢? 对我来说, 什么重要呢? 为什么我要关注呢? 这个合乎圣经的讯息, 将会给你的人生, 以及我们当今在世界上所见到的情况, 带来意义。 圣经讲述了地球历史的时间表, 如何开始, 以及如何结束。 人们应该要知道即将发生在地球上, 抹口的大事件。 我们一定要知道, 撒旦用来欺骗, 以及令我们远离圣经真理的很多陷阱, 上帝的真理是圣经所启示的。 我们需要明白, 上帝和撒旦之间的斗争, 因为两者都尋求你忠诚的敬拜。 面对当今世上很多的不确定, 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真实的答案呢? 上帝的儿子耶稣, 在他的圣经里面, 预先警告我们, 以及启示了我们需要知道的。 我们每一集的圣经主题都是相关的,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其中一集。 这些主题说明了我们从不同方面来认识耶稣, 他自己和他的教导, 令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 在这个系列结束的时候, 你将会从你的圣经里面知道, 遇下一些问题的答案。 启示录第十三章, 当今世上帝的兽是指什么呢? 兽的印记又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的666是否真的? 上帝如何描述永生上帝的印呢? 你知道圣经说, 你需要上帝的印才能入天国。 我们将会学习巴比论代表着什么, 以及如何确保你是不属于他。 圣经说, 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或者会令你觉得很吃惊。 你知道上帝在启示录中描述了他末期的愚民百姓, 启示录中他的教会的特征吗? 启示录说, 千禧年期间将要发生什么事呢? 你知不知道原来你现在已经在选择, 一千年里你将会在哪里? 如果上帝是慈爱的, 他会不会将恶人一直燒到永永远远? 我们将会看看圣经如何描述地獄, 与我们人类发明的完全不同。 圣经如何描述耶稣第二次降临呢? 耶稣是很具体的, 好让我们不会被很多假基督所欺骗。 圣经在关乎我们身边所发生的, 看不到的善恶大斗争上, 提供令人难以置信的见解。 朋友,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 宇宙的大君王, 我们心灵的主宰, 主啊, 我祈求你倒空我自己, 在我们今集学习你话语的时候, 求你用圣灵充满我, 求你用你的话来都一样, 你恩高我的嘴信, 求你用圣天使环绕我们每一个人。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朋友, 你和这一场看不到的, 席卷全球的善恶大斗争有什么关联呢? 你和今晚的预言主题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将会揭示圣经预言, 到底有没有实现, 以及为什么你要来到关注呢? 因为无论你的年龄, 你的性别, 又或者你的生活, 在这个星球上, 在哪里, 你都处于预言的中心, 无论你愿不愿意都好。 所以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是如何陷入这场困境里面。 我们的世界, 地球, 人类, 是一个激烈争锋的战场。 受敌的意图就是要占据每一个人的心灵, 你的, 和我的, 好作为他的领地。 圣经说这个仇敌, 叫做撒旦, 为了要战性人类, 他将会不惜一切的, 说大话, 欺骗, 和偷渡。 好弱我们处在他的统治和控制下, 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通过了解背后的故事, 我们将会更容易分别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假的。 我们需要聆听和明白这个史诗般的天使故事。 这是一场宇宙性的战争, 和一场宇宙性的救援。 它起似于宇宙里面一个叫做天国的地方, 这是父上帝的家园。 我们知道上帝就是爱。 爱的主题贯穿着成本的圣经。 上帝之外最早的显示之一, 就是祂创造我们的时候, 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 上帝必定在某一个时候, 和祂的天使解释他们的自由意志。 或者上帝是这样说的。 天使, 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 它叫做自由。 起初, 在我创造生命之前, 我要做一个决定, 我应该给你们自由, 还是应该控制你们的意志呢? 如果我控制了你们的意志, 我就能够确保你们的顺从。 但是意味着, 就是会奪走你们做选择的自由, 就是我能够赐给你们最宝贵的礼物。 你们也可以给我宝贵的礼物, 就是甘心乐意的爱, 但是同样可以选择不给。 所以我赐给你们自由, 做选择的自由。 我知道将来某一个时候, 这或是会出现问题, 又或是懂得其反。 但是我宁愿冒险, 也要接受你们自由的爱。 如我们所知, 亲爱的朋友, 天国里面发生了很多人害怕的事。 有一个叫做老石虎的天使, 离开了在父上帝身边的位置, 为了要在天使之中发起叛乱, 老石虎因为他的地位、才干、美貌, 他变得很自高自傲, 骄傲在他心里滋生, 令他深深妒忌, 他想要做上帝, 而不是上帝的仆人。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老石虎发出很多我的陈述, 在《遗塞牙书》十四章十二至十四节。 老石虎说, 你何竟从天上聚落呢? 早晨之子, 因为你耐心说, 我要升上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上帝众生之上, 我也会坐在聚会的山上, 我要坐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撒旦很渴望做上帝, 他想将上帝从他的宝座上踢下来, 自己去到统治宇宙, 表面上他是敬畏上帝, 但暗中他是埋藏着他真实的意图。 他说大话, 欺凶天使说, 你们的智慧足够了, 你们根本不需要上帝的律法来告诉你们, 应该如何做。 于是, 有些天使开始怀疑上帝, 而且老石虎攻击上帝的儿子耶稣, 因为耶稣统治整个的宇宙。 老石虎希望和耶稣平等平坐, 在启示录十二章七节, 圣经总结的话, 天上有战争。 上帝三分之一的天使, 加入了老石虎的叛乱, 以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这场的斗争, 直捐了全个宇宙。 最终老石虎和跟随他的恶天使, 就被赶出了天国。 老石虎和遭受欺骗的天使, 来到一个很小的星球上, 一个叫地球的地方。 在这场善恶之争的一开始, 圣经就已经向我们, 应许了一个勇士。 这个勇士的名叫耶稣, 上帝的儿子。 他非常爱我们, 以至他早早就制定了一个拯救我们的计划。 从创世记到启示录, 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 就是地球是一个充满善恶之争的地方。 上帝想要我们, 但撒旦亦都想要我们。 我们人类需要了解到这一场, 我们看不到的势力斗争, 正正是发生在我们地球上。 亲爱的朋友, 这是生死有关的问题。 圣经的第一句就是关于领土的。 《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讲,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这个创造是两个的区域, 两个的领地, 一个是天, 一个是地。 上帝在《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讲到,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做人, 按照我们的形象让他们统治地球。 统治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有权力的统治, 有能力的统管, 有权并的治理, 有统治者掌管的一个领地。 在《创世记》一章二十八节, 上帝赐福亚多夏娃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治理全地, 并要管你海内的鱼, 空中的鸟, 或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上帝在说, 整个地球都是你的领地, 你的住所。 但是, 伊典园里, 还有一个有统治权的地方, 这个就是受敌撒旦的一个小领地, 叫做分别是岳树。 上帝在《创世记》二章十七节里警告说, 指示分别是我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这棵树令到亚当和夏娃知道他们是有自由意志, 选择顺从又或不顺从上帝。 上帝准许撒旦在这棵分别是我树上有一直之地, 他不能自由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嗯嗯, 不行。 这棵树就是他的地盘, 而且他在这里设立他自己的领地。 当然啦, 撒旦的目标是要扩大他的地盘, 对吗? 他希望阿当和夏娃将会走近他在伊甸园的这个空间里, 他希望散布他不同于上帝的宇宙统治观念。 他所要做的就是说大话, 以及污蔑上帝的真实品格, 来动摇人对上帝的形式, 就好像他骗天使一样。 在《圣经》最开始的章节里, 在《创世记》第一、第二章, 尤其是第三章, 你看到有了冲突, 有了斗争, 可怕的事要发生。 撒旦将自己的偽装成为一条狡猾的蛇, 用他的美丽去引游夏娃, 用一个神奇水果的方言来迷惑他, 说他会变得像上帝一样。 因为听信了这个欺骗, 有自由选择权的阿当和夏娃, 将上帝赐给他们, 对地球的统治权, 拱手相让给那条蛇。 撒旦不能妖过他们的自由意志, 他需要说服他们, 改变他们对上帝的认识, 然后控制他们的自由意志。 在撒旦用方言来迷惑夏娃, 怀疑上帝品格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赢了。 撒旦由起初欺骗人类, 令他们怀疑上帝的品格。 撒旦最有力的工具, 就是兜售他的想法。 二世杰书28章16节说, 因你贸易很多。 贸易和兜售是同意词, 结果你犯罪了。 你看看老石虎没有兜售一件物件, 他在推销一种幻想, 就是夏娃可以变得跟上帝一样, 他在兜售他的想法, 而且夏娃亦听信了他的想法。 圣经说阿当不相信这些想法, 但他确实很爱夏娃, 所以很不幸的, 他跟随了夏娃, 而不是上帝。 有一节经文也指出, 地球在仇敌撒旦的控制下, 在《勞加福音》4章6节, 撒旦在旷野里试探耶稣, 魔鬼对耶稣说, 这一切权并和权力我都要给你, 还有一切的荣耀。 因为这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这节经文也揭示了善恶之争的背景, 撒旦在这里提到, 过去发生的事, 有人将地球的统治权给了他。 注意, 耶稣没有否认, 这是撒旦给的权兵。 耶稣也从来没有说, 等一等先撒旦, 地球不属于你的。 他没有, 耶稣知道阿当和夏娃, 将上帝赐给他们的权兵拱手, 也相认了给撒旦。 所以如今撒旦就有这个权力去这样说。 看一看耶稣和保罗在这些经文里, 确认了仇敌撒旦的地位。 在约翰福音12章31节, 耶稣说, 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或王要被赶出去了。 耶稣在这里说, 他在得胜仇敌撒旦的过程里, 他说, 他称呼撒旦为这个世界的王。 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 使徒保罗明确地称呼撒旦说, 这个世界的神。 他蒙蔽了不信之人的心灵, 撒旦当前是这个世界的神。 是以佛所书二章二节, 撒旦被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不是说他控制着氧气的供应, 这里说的是道德的灵域, 又或者是世界文化的统治者。 约翰一书5章19节说, 全世界都恶在那恶者手下, 意思就是世界在撒旦的影响下。 你见不见圣经在这里描绘出来的画面? 我们的文化深受着当下的舆论所影响。 世界的趋势是追求肉体的情欲, 眼睛的欲望和今生的骄傲。 这些都是撒旦的原则, 而不是上帝的原则。 但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 这里形象地展现了看不到的善恶大斗争。 约翰一章一节说, 乌斯地有一个人, 名叫约翰,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 远离恶事。 约翰第一章第六节, 接着说, 有一日, 上帝的宗旨, 事立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 这一节经文说明了是一个有组织的活动, 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地方。 耶和华召集了一次的会议, 上帝的宗旨从自己在宇宙中的领域来参加会议。 在《语佛所书》当中, 保罗称上帝的儿子为执政的掌权, 就是宇宙中的统治者和执政者。 所以魔鬼也偷偷来到这个天国的会议。 看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七节, 上帝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上帝没有说, 你来这里做什么? 也没有说, 你离开这里。 上帝问撒旦的由来, 你有什么权利来到这里? 你是哪里的代表? 你是从哪里来的? 魔鬼很自豪地夸耀,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撒旦宣称地球是属于他。 在上帝的宇宙中, 我们是他的领地。 撒旦宣称, 我也有权参加这个会议。 如果宇宙中, 让诸世界的统治者都能够参加的话, 我可以在这里代表属于我的地球。 看看上帝在第八节如何回应他。 听下去是, 哇, 撒旦, 你觉得你代表地球吗?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仆人若白? 他没有听从你的思想或生活方式。 在这里, 很简要的, 上帝开始不赞同撒旦这个主张的合法性。 撒旦在第九节, 发起了挑战, 他回应说, 那当然啦, 若白敬畏你, 因为你在看顾他一切的需要, 他当然会听从你, 因为你用你的一切祝福, 收买了他。 哼, 我很喜欢这个对话。 在第八节, 上帝指着一个人说, 噢, 但我在地球上有一个蜡烛之处, 我有一个人在地球上代表我, 代表我的原则, 我的国度。 撒旦, 我们没有放弃这场善恶之争, 我们没有把这个世界交给你。 没有, 我在世界上有一些忠诚的人, 他们选择完全的跟从我。 若白就是其中一个, 若白是我的人。 所以在若白记一章十字, 塞但空高说, 好吧, 你岂不是四面圈上尼巴, 保护若白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 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 他的羊群, 牛群, 遍布全地。 那保护若白的尼巴是指什么呢? 是一个花圆? 是一个树丛? 不是。 答案在诗篇三十四篇七节, 我最喜欢的一个经文。 它说, 耶和话的使者, 再敬畏他的人, 四为安迎, 并搭救他们。 这个尼巴指的是天使的保护, 上帝的天使围绕着他中心的儿女。 撒旦请求上帝说, 所以拿走你的尼巴, 我才可以伤害约伯, 然后他就不会再敬拜你了。 那为什么约伯会有守护他的天使围绕他呢? 亲爱的朋友说, 约伯知道的秘诀, 人需要祈求上帝的保护, 好使上帝可以保护他们, 这是神人之间的一种合作。 请你将祈祷当作是一种斗争, 你在呼叫你的军队, 这些都是宇宙里面的游戏规则, 他们是我们要遵守的。 为了要得到保护, 我们一定要祈求保护。 在约伯记一章十一节, 撒旦嘲弄上帝的话, 看看如何, 约伯一定会当面诅咒你。 请大家思考下一个很严肃的事实, 如果约伯真的诅咒上帝, 上帝就不能够保护他。 这将会将约伯置于撒旦的领地之上。 但约伯继续说,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 而且他仍然是上帝的人。 这种斗争经常发生。 撒旦不断困扰人, 令人没有赞美上帝, 他们反而诅咒上帝。 多么希望大家能意识到, 这样做只会令上帝的同在远离他们。 一个罪人对付撒旦最好的方法就是祈祷。 祈祷是一个斗争的行为, 但令我们很惊讶的是, 大多数人都不记得了祷告, 令撒旦可以困扰他们的人生。 但请注意, 我们有一个很振奋的消息。 在《创世记》三章十五节, 上帝赐给我们一个预言。 上帝向我们允许了一条出路。 祂预言了一位救主。 我们有一位允许给我们的勇士。 上帝当着阿当夏娃的面, 告诉撒旦听, 而且他这样说, 我将把仇恨, 意思即是敌意, 又或者仇恨, 放在你, 即是魔鬼, 和女人之间。 你的后代和他的后代之间, 他将会伤你的头, 但你只会伤到他的脚跟。 在这一字的经文里, 上帝在救赎女人。 但在后面的经文里, 我们会看到, 其实是象征着教会。 但上帝警告魔鬼说, 听着, 你刚刚从阿当夏娃手上奪走地球, 但我要通过一个女人生一个BB出来。 在这个BB出生后, 他将会成为一个勇士, 他将会与你割剪。 撒旦, 他将会压碎你的头, 但你只会令他受伤。 当然, 撒旦将会抵挡这个愚士。 这个愚言, 你可以想象到他的头发, 应该已经开始在颈后竖起来, 然后他会说, 是吗?来吧! 千万不要忘记, 撒旦已经是赢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 他也刚刚赢了阿当夏娃, 来骗他们相信他的谎言。 所以当上帝和他发出这个挑战的时候, 在创世纪第三章这场战争的时候, 撒旦一定是有信心自己会赢。 但是, 他完全不知道, 他的结局将会是怎样。 他预测这一场可能是力的较量, 但是, 上帝赢得这一场战争的方式, 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撒旦没有办法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撒旦知道有一位将要来临, 以及要压碎他的头, 但上帝没有告诉他, 那个人将会是我。 上帝将会亲自成为人来到世间。 每个生命中都有一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 即是意味着你和我。 朋友, 无论你愿不愿意接受, 我们都要在心里确信, 圣经是确作的, 我们可以信任和相信他。 圣经当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故事, 记住在弹以理书第二章。 在这个故事里, 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 在弹以理书里, 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内幕性的信息, 为了要向人们展示地上各大领地, 或是王国的历史, 好让我们不会怀疑哪一个才是真神, 因为他从起初而明末后的事情。 看一看上帝在以赛亚书46章如何描述他自己, 第九节、第十节。 我是上帝, 没有能给我的, 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事而明未成的事。 哇! 上帝允许他将会提前地告诉你, 从起初到末后将要发生的事。 没必要猜, 但为什么弹以理书第二章那么重要呢? 虽然弹以理书写在数千年之前, 他胜在着对当今世界非常重要的信息。 先知弹以理得到了上帝的说话, 这些说话揭示了影响世界历史的王国。 这个简短的预言是关键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揭开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更复杂的预言。 这些预言讨论了善、恶之间的这场大斗争。 所以让我们回到基督第一次降临前的六百年前, 来到地球上一个曾经最伟大的城里,巴比伦。 让我们走进这个古老的皇宫, 由闪亮的金所建造。 那一晚, 我们看到尼布加利沙王, 他躺在床上, 转转反质。 这个国王在做一个很不尋常的梦。 他突然间醒了, 他很不安。 虽然梦刚刚过了, 但他似乎又记不起那个梦。 他知道这个梦是非彼尋常。 的确, 这是上帝所赐的一个预言性的梦。 这个梦概纳了未来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但以理书二章一节说, 在尼布加利沙王执政的第二年, 尼布加利沙王做了一个梦。 他心里煩乱, 以致他睡不着。 这个国王他很烦恼, 也很沮丧。 他召集了他的智囊团, 术士、 占星家、 巫师和加勒底人。 来到他的皇宫。 圣见师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有一个人, 他发了一个梦。 接着他就叫行巫术的人来。 这些就是古代国王会做的事。 他们被捍为有智慧的局内人。 这些人都有各自具体的功用。 行巫术的人, 投责和解读这个胡申符。 慕斯就是一个深母的神秘主义者。 他们用神秘的语言来找答案。 占星家就会看圣上。 来到判断要做些什么。 这种是古老的习俗呢? 还是今天依然盛行的做法呢? 当今的总统和总理, 是不是还在用这些体系呢? 其实是, 他们真的在用。 尼保加利沙王指示他们说, 把我昨晚发的梦告诉我, 以及把重要的意义告诉我。 我知道这个梦很重要, 但是我真的不记得, 我的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节识们就回答, 弹以利书二章四节, 哦, 国王万岁, 请你把你的梦告诉你的仆人们, 然后我们将给你解梦。 国王就很生气。 他说, 我不知道我发了什么梦,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上帝很神奇的, 从他的大脑里移除了这个梦, 在弹以利书二章九节, 国王坚决的要求说, 所以将梦告诉我, 而且我知道你们可以帮我解梦。 换句话说, 即是不要假扮知道 一些你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 你们懂得预知未来, 现在告诉我吧, 将梦告诉我。 所以在弹以利书二章九节, 加拿底人, 他们是一群受过很高等教育的人。 就像当时的知识分子那样, 他们就抗议说, 地球上没有人能够讲述王的梦。 这是事实。 地上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国王所吩咐的事, 上帝从国王的大脑里脱去了这个梦, 好让能够揭露这些假冒的揭物者。 只有天上的上帝能够揭开国王在他的寻室里所做的梦。 只有天上的上帝能够准确的揭示未来。 国王就下令, 要杀了所有知识, 这个消息传对弹以利道。 弹以利不是一个通灵者, 但他是国王的智囊之一。 在弹以利问他为什么要被杀的时候, 胡卫长阿略就跟他说了梦这件事。 弹以利得到准许, 便去面见国王。 他说:"王,请你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祈祷和求问天上的上帝。 天上的上帝将会揭示你在床上做的那个梦。 然后我会回来, 将你的梦解释给你听。 弹以利就祈祷了。 而且上帝将国王的梦和梦的解释给他的仆人弹以利听。 朋友, 上帝的奥秘被解释给祈祷的人。 在弹以利书二章十三节, 弹以利说:"我祖先的上帝, 我感谢你,赞美你。 你似给了我智慧和力量。 然后弹以利便去见国王。 他指出, 确实是没有智者, 占性家, 无私, 可以解梦。 但弹以利书二章二十八节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 他以将日后必有的事, 指示尼布甲尼撒王。 我欣赞弹以利他没有居公, 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是非常重要的。 很明显的这个星球上, 这一刻就有两种宗教体系, 一个体系是以人为中心, 另一个以上帝为中心。 这就是地球上每个生命所面对的善恶之真。 你将会为当今, 谁在唱到以人为中心的宗教, 而感到吃惊。 在我们继续学这个系列的时候, 朋友说你将会亲眼的见到。 让我们一起回到弹以利书第二章二十一节。 上帝废王和立王。 我很喜欢这一句。 所以这个故事讲述了国道在世上的兴随。 这个预言带我们走进世界历史的长河, 从弹以利的时代到巴比伦, 马代波斯、希腊、罗马, 直到当今分裂的欧洲各国。 朋友说, 弹以利书二章的预言关乎我们的时代, 就像上帝所说的, 在末后的日子, 上帝在第三十一节启示弹以利乎, 王呀!你梦见! 一个大象, 大象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形状很可怕。 圣经跟着说, 这象的头是正金的, 控堂和悲磅是银的, 土腹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看到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他们扎得粉碎。 然后第三十五节又说, 于是金, 银, 铜,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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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同扎得粉碎, 变得好像夏天和祥上的康坯一样。 风, 在圣经里面象征着战争, 被风吹散, 无处可尋。 但以尼书二章三十六至三十八节, 这就是那梦, 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 王呀, 你是诸王之王, 你就是这个金头。 金头代表巴比伦, 或者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王国。 他的王国从西元前605年到西元前539年统治这个世界。 尼布甲尼撒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帝国之一。 他的王国用大量的黄金来做装饰。 在一个妙语里, 尼布甲尼撒王就用了十八吨的黄金, 即是一万六千公斤。 他甚至为他的皇后建造了一个空中花园, 真是古代世界的一个奇迹。 黄金是贵重的金属, 这是事实。 白银没那么贵重, 但他更加坚硬。 每一个王国都从前一个王国, 承计了人发明的思想和哲学, 从而他们变得更加的忏酷和粗暴, 一直到铁腿。 尼布甲尼撒王认为他建造了一个永远都不会被摧毁的王国, 全世界都臣服在他的脚下。 但以你指着国王说, 你的王国将会消失。 骄傲的国王就说, 哇, 永远都不会。 他最初是很谦卑, 但后来他就变得很顽固。 他认为, 巴比伦将会永远的侧纳不倒, 我要藐视万皇之王。 我由黄金建造出来的王国, 永远都不会被摧毁。 我永远不会变成银, 铜, 鐵, 或者泥土。 我将要建造一个从头到脚, 全部都是黄金的雕像。 尼布加尼莎王到底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在围抗天上的上帝。 他在说, 上帝啊, 我反对你。 我要建造我的王国, 你不能摧毁他。 当今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权势, 是发出了相同的言论呢? 那是不是抵抗上帝的国呢? 是的。 我们将会发现, 确实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实, 但是, 却是现实。 敬请关注, 但是, 不需要担心, 上帝有拯救你的计划。 但以你的预言继续讲到, 在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二节, 《空堂和被磅善银的》 巴比伦以后有一个王国要兴起, 马代波斯推翻了巴比伦, 你不需要猜测预言的含义, 你只需要看看。 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九节, 在你以后必令兴一国, 又有第三国就是同的必掌管天下不及于你。 圣经预言巴比伦的王国不会永远延续另一个王国将会兴起, 历史确实见证了这个新的王国兴起。 在《谈以理书》第五章, 尼保甲尼莎王的孙白莎莎王为他一千个君主安排了一场走会, 走在杯中荡漾, 音乐在演奏, 身穿长袍的男人抱着他们衣着奢华的女人, 在醉酒中放荡。 迷人的音乐和妖媚淫乱发生之时,上帝打断了八沙沙的宴会 有一双无血色的手在墙上写下这些字 魅利,意思是上帝数算了你的国,并结束了你的国 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规险 比勒斯,你的国要分裂,归级马代人和波斯人 但以你的解释可以在任何一本有关巴比伦的历史书上得到验证 你知道居老士,和合本亦作古列 他是马代波斯这个联合王国的将军,他推翻了骄傲的巴比伦王国 但不单止但以你一人预言了这件事 实际上,上帝在居老士出生一百五十多年前,就帮他取了这个名字 哇!看看这个奇妙的预言 这是先知以赛亚大约在西元前680年写的 以赛亚书45章一节说 我耶和华,所高的居老士,我参赴他的右手,洗列国,降伏在他面前 我也要放松聂王的腰带,洗城门在他面前躺开,不得关闭 朋友,以下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居老士的士兵开挖混河,改道令到右法拉底河干绝 然后从巴比伦的城墙下进入到城内 他们从躺开的城门进入到城内 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在你和我打开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打开永生上帝的话语 他的预言的确是真实的 然后在但以利二章39节 又有第三国,就是童的,必掌管天下 阿历山大大帝率利用童制规夹全副母装的军队 如果你今天去参观位于希腊的亚典卫城博物馆 你会发现用童来代表第三皇国是多么貼切 你可以见到希腊士兵穿戴的武装 有先进的军事装备 加上阿历山大的智慧 和他的军事才能 希腊帝国才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去征服当时的世界 他打造了当时最大的帝国 在32岁的时候,阿历山大实现了很多人想花费一生才能取得的成就 在早年获得统治世界的地位以后 他很快就生命衰矣了 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不折制的行为所导致 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到希腊 但希腊会永远的统治世界吗? 但以利书二章40节 第四国必见藏如铁 偉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 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也不相信圣经 但他在罗马帝国的兴衰史中写到 金、银、铜的雕像 或是代表国家和他们的君王 但他们先后被见藏如铁的罗马王国所粉碎 是的,的确是这样发生的 罗马从西元前168年到西元476年统治全世界 在罗马帝国时代,英雅耶稣诞生 约瑟和马尼亚为了躲避罗马帝国的迫伯逃到埃及 耶稣遭受一个罗马总督的审判 并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 五百多年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 罗马似乎是战无不胜 但圣经预言了什么呢? 但以理书2章14节 你既见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遥像的泥,一半是铁 哪国将来也必分裂 圣经没有预言在罗马后将会兴起 统治世界的第五个大帝国 它预言是一个分裂的帝国 罗马帝国后不会有统治世界的大帝国 铁和泥参集的铁代表了罗马帝国的分裂 正如预言所说的,欧洲现在是分裂的 但以理书2章43节说 你既见铁与泥参集 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参集,却不能彼此相合 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历史上欧洲的君王 试图通过联恩来统一帝国 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就是拿破仑和他的妻子 约瑟芬离婚 然后和奥地利的路易斯结婚 为的就是维护他们国家之间的关系 和实现他们统一欧洲的目标 正如预言所说的,他们彻底的失败 除了联恩,政治的领袖们 还尝试了一种统一欧洲的方法 他们揭力通过军事冲突和战争 你都实现他们的目标 查理五世想要统一欧洲 但他失败了 查理曼大帝想要统一欧洲 他也失败了 拿破仑似图统一欧洲 同样都是失败的 拿破仑在他的日记里面 描述了他哄心勃勃的计划 将会有一个欧洲 将会有一种货币 将会有一种语言 整个欧洲有一个政府 但当拿破仑在1815年6月的滑铁路战役中战败的时候 他就说了 我征服不了全能的主上帝 亲爱的朋友圣经是准确的 欧洲分裂了 查理五世、查理曼大帝、拿破仑、希特勒、史达林 都是想要统领世界的领袖 但他们都失败 只想一想希特勒和他激昂的演说 他是怎样用演说去煽动人 他的再有名是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 他似乎已经要实现他红心勃勃的目标 和统一整个欧洲 但民军被困 失败似乎是注定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下令他的坦克车停下来 和进行补给 是什么阻挡了希特勒的坦克呢? 但伊丽书第二章还有一个古老的预言宣称 从罗马帝国时代起,欧洲永远都不会同一 圣经在启示录书中预言统一欧洲的最后一次尝试 这一次是在一个宗教政治联盟底下 在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至十四节 你所看见的那十国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德国 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受同德权兵 与王一样 这个预言的重要性在于 在一段很短的时期里 欧洲国家和世界各国 将会组成一个宗教政治性的大联盟 就是发生在耶稣福林前 注意启示录如何描述这种暂时的统一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兵吸拿受 这是一个预言 一时之间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 欧洲国家将会联合起来 那他们又没有? 当今有同一欧洲的举动吗? 有同一全世界的举动吗? 象征着欧洲共同体的旗次上写着 多种预言,一国人民 欧元是推动建立欧洲统一货币的产物 启示录告诉我们 这次将会是最后一次尝试 为要联合人们为兽的权势做准备 在一个庞大的体系下 利用宗教和政治来联合他们 在全球性的争端、冲突和战争 加上饥饿、混逆和经济衰退发生的时候 人们将会提出这种美好的想法 一个统一的世界,一个统一的社会 我们将会成为统一体 大圣经说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吸拿受 他们与羔羊耶稣争战 但羔羊必胜过他们 我们对熟悉的国度不感兴趣 是因为耶稣基督向我们 应去天上的国度 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这个预言说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就是蒙照被损有忠心的 历史正确实现了但以来说第二章的预言 就像一个蓝图将会继续的应验预言 这个地球上的政治行动不是随机发生的 当世界上这一刻所发生的事 预示着万王之王耶稣很快就要降临 他的福临是这个世界的唯一希望 因为地球就站在铁和尖土的脚上即将要崩溃 但以利书大象的预言和启示录的预言 为我们指向了一个新时代 但以利书二章三十四节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 在第四十四节 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 打碎大象的石头是指什么呢? 万古盆石 大君王耶稣 我们对世上轻衰的国度不再有信心 他们是暂时的,他们是虚浮的 但我们信任上帝的国因为他永远不会衰落 我们在一场宇宙大斗阵当中 而且我们的宇宙拯救快要到 基督超自然的国度将会降落 并且要粉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王国 启示61章15节说 天上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人心所渴望的是和平和安全 我们渴望社会的稳定 让我们在无惧怕,无战争,无贫穷,疾病的情况下 我们渴望一个充满希望,而不是恐惧的未来 但《伊利书》第二章的大象 令我想起了弗雷迪的故事 由我的AWR摄制队和我在南非所录制 弗雷迪在一个很虔诚的家中长大 他的爸爸是一名牧师,但他根本没有兴趣 成年后,他完全忽视一切和上帝有关的事 直至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 他的妹妹被杀了 弗雷迪的生气立即变成了愤怒和绝望 他通过喝酒来掩盖他的问题 最后,他的自我毁灭行为演变成了自杀的念头 他经常不停喝酒 然后晚上又故意睡在交通繁忙的道路上 希望被车撞死 但幸运的是,警员和他的朋友 总会安全地把他送回家 在他走醒了 终于醒的时候 他不记得他如何回家 正在这些时候 上帝终于得到弗雷迪的注意 有一晚,他听到一个声音说 我是谁啊? 他回答 我不知道 上帝就说 你好好地想一想 我是一种永不知识的遥书 有趣的是,弗雷迪知道了 他的妹妹在Facebook上最后的留言 他们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圣灵感动了他打开圣经 弗雷迪想知道耶稣能不能充满他空虚的心灵 弗雷迪不知道他如何可以完全相信他妹妹说的说话 他为什么会知道圣经说了什么呢? 什么是真的,而不是人作的故事呢? 在他学习圣经的时候 他深深被弹以利和启示录的预言所迷住 他对历史如何证实了世上大帝国的兴趣 很感兴趣 一切就如弹以利书第二章所预言的准确的应验了 弗雷迪堅信 他可以相信圣经的教导 他现在投身在教导人们学习圣经 从弹以利书第二章开始 因为他证实了圣经是真实可信的 和历史是互相吻合的 因为历史是不能被否认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上 朋友,世界不能给到答案我们 但是圣经可以 就像刚才所说 我们生活在那个大象的脚趾所代表的时代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才学完 我们知道没多久 那一块非人手所作的石头 将会来砍碎这个大象 就是永远摧毁一切世上的权力 耶稣将要来建立他的国度 我真的很想在上帝的国内 你是不是也想呢? 但是在之前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要陷入混乱 主上帝,感谢你 因为你保守着这个破碎的世界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在耶稣掌控之下 他掌控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他告诉我们,不用怕 因为我们只需要相信他 难道,现在你不愿意相信天上有一位上帝吗? 他是我们的君王、救主 一位非常爱我们的上帝 他在弹尔尼书第二章 让我们披肩到地球的历史将会走向何方 上帝的预言完全应验了 上帝不会向我们投一个曲线球 或者蒙蔽我们 上帝是明确的 他从来都不改变 我们可以信靠他的每一句说话 耶稣现在在呼唤你 他呼召你,邀请他进入你的心里 今天选择你认真的 去到认识上帝 以及认识他的国度 亲爱的朋友 上帝可以成为你心灵里面的君王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的话 请你按一下下面的连结 我们的同工将会为你祷告 现在在结束之前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你是大能的上帝 你有权立王和废王 现在我们感谢你提前的告知我们 你将会如何保护我们 以及供应我们的需要 我们相信你 奉耶稣宝贵的圣命祈求 阿们 亲爱的朋友 我很期待 将来还有机会在这里和你相会 我们将会学习在耶稣降临之前 世界上将要发生的预兆 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及过新冠肺炎? 别错过我们下一个主题 事兆 上帝很爱我们 他提早警告了我们 不是要吓我们 而是想要通知我们 请选择上帝的道路 我们下次见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真理 我邀请你在下面订阅 以及可以按这里 去到看我最喜欢的视频 你也可以点击这里 左上角 去到收看本系列的全集 上帝祝福你 上帝祝福你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